- 吐吐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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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那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呢 - 是我們兩個人加萬歲 - 其實問題也蠻多的啦 - 我說的是去美國的過程 - 在台灣辦都沒有問題 - 但是從美國回台灣的時候 - 文件有一點點尷尬 - 差一點萬歲回不來 - 做行政的時程也不太一樣 - 怕會COVID然後用寄送 - 沒有特殊原因都不能預約 - 以律寄送 - 寄送就是會有運送的時間要加進去 - 反正搞到萬歲餐點回不來 - 這一次呢就不會帶萬歲去了 - 基於上次那個風險 - 那個是一個 - 另外一個就是 - 它其實整個出入境的過程 - 它都要在一個航空公司規範的運輸籠裡面 - 那運輸籠超大超重 - 因為它是中大型權 - 這樣一個很重的情況下 - 行李又多 - 行李推車又小的情況下 - 我們兩個人再加一個小孩 - 去的時候就已經很難了 - 回來的時候其中一個人還植入 - 因為我們是兩個女生的家庭 - 我已經生過小孩 - 其實懷孕對孕婦的腰傷我覺得很大 - 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做這種抬重物 - 但我以前還比較可以 - 腰一直狀態都不太皺 - 走路都會不舒服的 - 特別是還加過生小孩之後 - 我覺得一直都沒有復原到 - 沒有生過小孩的情境 - 那我生過小孩了 - 我去還懷孕了 - 我不能拿重物 - 植入不建議 - 包含你整個懷孕過程 - 他們都會跟孕婦說盡量避免 - 我比如說萬歲加籠子超重 - 回程絕對是一個超級大問題 - 然後加上小孩 - 恭喜的狀態 - 未知 - 大便 - 樹 - 我們兩個家恭喜去 - 即便都是一個人類囉 - 我覺得我們這次去的狀況 - 還是跟只有兩個人去是完全不一樣 - 其實我們這一開始思考的時候想的很簡單 - 就是再安排一次行程再去美國 - 後來只是一想越想越不對勁 - 不對 - 小孩就延伸好多問題 - 後來就想的超仔細 - 訂的機票種類就不一樣 - 像我們那時候兩個人算加狗 - 可是因為狗就是做貨艙嘛 - 貨艙比較可憐 - 我們是搭經濟艙 - 做到真的腰痠背痛 - 很不舒服 - 覺得真的是人生戀獄欸 - 長途的經濟艙真的很慘 - 這一次就想說 - 再多個小孩經濟艙肯定不行 - 應該要選豪金艙呢 - 還是商務艙 - 豪金艙可能會比較符合我們的需求 - 我們兩個應該還是連在一起 - 可能照顧小孩會比較方便的情況下 - 當然還有價格考量 - 還是選了豪金艙 - 還有一件事情 - 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- 一樣是COVID的期間 - 票價好貴 - 然後這是我們的豪金艙價格 - 跟上次經濟艙價格一樣 - 覺得有種免費升級的感覺 - 這是你去的時候看機票 - 其實豪金艙了沒問題的啦 - 還有就是我覺得位子啊 - 飛機機型不一樣 - 現在很多新的飛機座位做的都比較大 - 我不管飛哪裡啊 - 我都一定會看 - 我現在訂的這個機票 - 它是什麼機型 - 因為這關乎到它的機型大小 - 座位怎麼安排 - 像比如說小飛機最常見就是33 - 他就會挑飛機 - 挑比較新一點的飛機 - 上去的味道都不一樣你知道嗎 - 再來就是到美國 - 美國是一定要租車的 - 他們就是一個很需要靠汽車 - 作為交通工具的一個地方 - 開車半個小時內會到的都是很近的 - 一個小時都還可以接受 - 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呢 - 我們是租一般的車子 - 就是叫車 - 小的車比較便宜 - 能省一點 - 兩個月後就會省很多點 - 這一次車子呢 - 其實好像沒有辦法選那麼小了 - 因為恭喜一定要做汽坐 - 那時候我們的狀態是 - 兩個人的行李箱其實就蠻多的 - 你會買東西 - 你偶爾會載一些什麼東西 - 你就是滿了 - 這家宅宅的東西真的會考慮 - 比較偏休旅車的款式 - 這也是額外的花費 - 再來是房子 - 房子 - 因為上一次其實我是住我同學家 - 萬歲是跟我們住同一間房間 - 可是我覺得現在我也很怕去打擾到人家 - 因為小孩會哭鬧 - 那時候很把握萬歲是很OK的 - 不太會叫 - 就是一個很乖的狗狗 - 但是小朋友有時候難免不舒服 - 難免有生理需求 - 導致他崩潰或幹嘛 - 人家也都要上班 - 我覺得這一次也不好意思去打擾人家 - 然後我們租房子的話就是在Airbnb上面 - 如果說你們有這種long stay的需求 - 大概有兩個月的話 - 提早半年就要先看好房子 - 不然你會很難連租 - 中間要是換 - 任何一次的移動都會是大工程 - Airbnb跟台灣一樣 - 它會有個所謂的入住時間 - 下午2點你才可以進去 - 然後早上10點11點就要離開 - 租房還是會有一些夢幻的事情 - 可以住在海邊 - 我的夢想一直就是在太平洋邊 - 不管在太平洋的東邊還是西邊 - 都覺得很幸福 - 家座他就是在太平洋邊 - 靠海邊近一點 - 我心情就很好 - 明明要懷孕的是你 - 對我心情好有什麼關係 - 隨便 - 大方向選完了 - 小戲是其實就跟生活有關係 - 我們心裡想的是 - 我們的生活我覺得 - 我們兩個可以克服 - 或是可以做調整還蠻大的 - 彈性比較大 - 空洗的部分 - 器座是絕對沒有彈性的東西 - 這是安全的問題 - 器座有一個討論空間就是 - 你要租還是你要到當地去買 - 你看想事情太多了 - 什麼時候去買 - 哪一個比較符合金錢成本 - 如果你是短期 - 你可以考慮用租的 - 可是還好像以天計價幾百塊一千塊 - 大約好像租一兩週就可以買新的了 - 對 如果你超過兩週 - 非常推薦直接買新的 - 那如果說你超過兩週 - 假設你去一個月 - 但是因為你抵達的當下 - Target那些店都關了 - 那你可能還是要先跟汽車公司先租一天 - 隔天再去買 - 買完之後就把汽車載到租車公司還給他 - 應該很麻煩吧 - 但我覺得好一點的是 - 同學還是同學 - 可以先幫我買好 - 再幫你載過去 - 當你租完車之後 - 你就可以得把它裝上去 - 就可以省去這個 - 少一次這種來回奔波的 - 對 沒錯 -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- 第二個問題呢 - 嬰兒床 - 那你覺得好像嬰兒床有什麼 - 你就跟大人睡啊 - 美國床超高的 - 覺得睡下去一點都不好玩 - 尤其像我覺得我們這種科學派媽媽 - 嬰兒床設計就是給嬰兒的 - 我就是要用一個嬰兒床 - 我不管 - 我想到的是還有一些問題 - 從恭喜一到我們家裡 - 她就是有她自己的床 - 身為媽媽我覺得 - 把她放在嬰兒床裡面 - 我很安心 - 因為我們跟她睡覺的時間不太一樣 - 我們再怎麼樣 - 都可能會比她晚個至少一小時睡覺 - 因為你弄完它 - 其實你要收拾整個家 - 然後你要洗澡 - 其實還有很多小雜事要做 - 我們跟恭喜生活習慣不一樣 - 所以我覺得她還是要有一個床 - 我們才安心 - 你下飛機之後嬰兒床在哪 - 因為B&B沒有這個床的問題 - 你可能飯店會有 - 可是飯店就是住起來很貴 - 飯店也沒有一個House的感覺 - 可能沒有廚房 - 它只有房間 - 你這樣就沒有辦法煮飯 - 在美國還是煮飯會比較方便 - 便宜滿多的 - 當然這樣考量 - 你會覺得省下來的錢 - 其實買一個嬰兒床 - 但還在考慮 - 因為無論如何都是一個10公斤左右的東西 - 推車的話肯定自己帶 - 家長既然要照顧它 - 你要保留精力 - 我現在行 - 我現在抱了兩個小時後不行 - 上飛機之後兩個家長癱瘓在那裡 - 可是上飛機才是真正正常的 - 但我覺得推車還好 - 推車是我們一定會帶的 - 直接推一個可以上飛機的 - 清醒的推車 - 那種收起來最小的 - 方便 - 就算你不放嬰兒 - 你也可以放你的東西吧 - 對包包放著推著走輕鬆 - 然後再來就是湯被藥 - 會有一些水土不符嗎 - 懷孕之後臉就過敏 - 嘴巴周圍瘋狂脫皮 - 這很像一隻熊 - 就這邊這樣一個圓圓的 - 常見情況可以先使用的 - 然後劑量怎麼樣 - 都是在出國前 - 我會再去一次兒科去跟醫生討論這件事情 - 以備不時之需 - 小細姐要注意 - 哇 - 頭痛喔 - 頭很痛 - 就還好是同學在美國 - 真的有什麼問題 - 有人可以call out - 最差就是花錢 - 對最差就是花錢 - 花打錢看醫生 - 但這些問題我覺得都還沒有結束 - 還有我們兩個的 - 來 - 這個是汲取第一次的經驗做的調整 - 第一次總是可愛 - 哇去美國Longestay好興奮 - 什麼都要用當地的 - 這樣才會有融入當地生活的感覺 - 沒錯 - 幹嘛帶台灣東西去 - 沒錯 - 就是要美國洗髮精啊 - 我是一個很喜歡Longestay的人 - 我曾經去花蓮Longestay一個月 - 我也是跟他說 - 我就是要買花蓮當地 - 不是 花蓮當地其實買的 - 就是在台北買到的東西 - 但是我就是想要享受這種去花蓮的奶茶 - 才那裡買的 融入那種當地人生活 - 這樣子有 - 買東西的感覺 - 但花蓮的物價跟台北差不多差不多 - 畢竟是台灣嘛 - 天真的想說去美國也來幹這件事 - 想說生活用品不會貴到哪裡 - 欸對 真的有貴 - 真的很貴的那個衛生紙超級貴的 - 我真的是要瘋掉 - 所以我們這次會帶一串而已 - 可能不會到一串而已 - 就是擠包過去 - 沒有必要去美國做第一次的這種 - 生活用品大消費 - 很多人會覺得說 - 啊你這麼簡單 - 你這件事情就這樣做就好啦 - 你就放寬心就好 - 你幹嘛那麼早擔心 - 不用擔心你就怎麼樣就好啦 - 生活一分一秒24小時是我們在經歷 - 當然你看到的可能是24小時裡面的5分鐘或10分鐘 - 我們會有我們的擔憂 - 但我們可能沒有反應在這5分鐘10分鐘裡面 - 這些都是變數 - 總是有不預期的事情會發生 - 但我們只是希望我們能夠做最大的準備 - 由最大彈性去應對這些突然跳出來的麻煩事 - 擔憂問題就是非常沉 - 就是氣壓問題 - 我們為了這個問題 - 我們還帶恭喜去101 - 讓她感受瞬間氣壓的變化 - 她好像是可以接受的 - 欸有結果 - 但她還是有摸一下耳朵 - 她知道不舒服 - 但是她好像可以忍受 - 耳壓不是問題啦 - 問題是飛過去那20個小時嗎 - 她在這家裡這20小時裡面 - 就會有很多事情發生 - 一定要從她的房間走到客廳 - 客廳呆久了她又想回房間 - 便便或幹嘛 - 趕快去廁所幫她清理 - 她有任何的不舒服她就是會哭 - 肚子咧會哭 - 正常的情況就是會這樣 - 我們家是只有我們沒關係 - 可是飛機上還有其他人 - 會有壓力 - 我們現在有壓力 - 我們當下壓力一定更大 - 還要克服時差的問題 - 我們一到當地 - 其實是我們嚴重熬夜的時候 - 大約是台灣時間早晨八九點的感受 - 可是他們那邊已經快要太陽下山了 - 等於是我們一整個晚上都沒有睡 - 所以我們到當地的時候其實已經非常累了 - 可是其實恭喜是 - 剛睡完一覺 - 剛睡醒 - 這個熬夜時間我已經算不出來 - 妳知道我其實最怕的是妳講 - 因為她如果是醒著她要固定吃飯 - 她如果睡過夜她反正中間是不用吃東西 - 她就是在睡覺 - 在我可能睡到快掛到的時候她突然說她肚子餓 - 就有可能啊 - 這個我不知道我沒試過 - 試了這個我做到覺得 - 另外一個問題是還要給海關看 - 喔對啊 - 出境的時候要給海關看嘛 - 台灣的海關 - 要怎麼看啊 - 到現在還沒想到欸 - 抱起來給他看 - 還是海關站起來給他看 - 可是他眼睛閉起來怎麼辦 - 要把他眼珠撐開嗎 - 不會啊我覺得海關不會這麼殘忍 - 最後一點 - 壓力值MAX - 我到現在過完週末 - 時不時想到還是會煩他 - 天啊我們去美國要跟他這樣子 - 無停地相處約兩個月 - 我沒有辦法想像 - 必然要處理自己的事情 - 因為我們平常有保姆 - 保姆會保姆顧 - 妳就會覺得在保姆顧的時候 - 妳等於是可以 - 工作很濃縮地做妳自己的事情 - 可是妳到美國之後沒有保姆 - 妳就是全程做什麼事情都要跟她在一起 - 她壓力就很大 - 因為兔兔是一個很容易被打斷分心的人 - 做一件事情必須要全程關注的 - 真的是不被打擾 - 她就可以完成得很好 - 可是如果中間一直有干擾的話 - 她會做不好那件事情 - 很像零或者是一 - 其實最長最長的 - 完全24小時綁在一起就是帶回家的兩週 - 後來就有保姆了嗎 - 後來就有保姆了吧 - 那兩週我們兩個完全沒辦法工作 - 才會請保姆幫忙 - 我個人是非常希望 - 去美國的時候 - 她年紀稍微大一點點的時候 - 現在聽得懂很多話 - 我就希望到時候她可以 - 可以體貼一點吧 - 這一整集怎麼好像 - 感覺我們很怕兒子的感覺 - 我只是覺得這個 - 要平衡的東西很多 - 而且是一瞬間全部丟給你 - 然後你要快速的從這一堆問題裡面 - 找到一個平衡點 - 很難 - 很難 - 而且你手邊擁有的東西很少 - 成像那種生存遊戲耶 - 不是不行但我覺得 - 時間的長短問題啦 - 我只希望我們可以快速找到平衡點 - 如果有什麼覺得是我們 - 很重要但是卻沒有想到的 - 也可以留言跟我們說 - 欸你們有想到什麼問題嗎 - 或許會幫助到我們 - 反正就是自動導航過去啊 - 時間會過去的 - 這是我們今天這一集的分享與擔憂 - 單得一集分享與擔憂這樣子 -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- 想說掰掰 - Bye - ация